好 那已經錄完了 這個燈光跟 攝影機的部分 接下來講到另外一個這個星期的 重點就是要調整 模型 大家在叫其中作業的時候一定會 有自己各式各樣 的自己的一些 造型的設定 那自己喜歡的造型 或想要做的造型 那 那不一定是 這樣子的Q版的造型 所以說我們會做一些 比例上的調整 那我們 先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的做 把髮型隱藏起來 因為我們的角色可能要長高 那當然呢就是 我們後面如果說 需要髮型的時候會再把頭髮 帶回去齁 好那我們先hide a selection 好選到模型 那 攝影機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 先 先不管了齁 因為這是針對說我們的一個 矮各自的Q版的角色 如果說他長高的話 我們攝影機呢 這個整條整個 可能需要抬高齁 如果說我們的角色長高了以後呢 攝影機才要抬高一點 然後呢要往後退一點 這樣才能夠拍得到整個 比較高挑的身材 好那 我接下來把畫面切開來囉 好 好那 呃在編輯模型的時候呢 呃 場景裡頭有燈光 又有打門 又有攝影機 有時候我很容易去選到齁 那我覺得 有點麻煩 我就在這裡 好 display 好這邊 我們把這個 燈光 攝影機 和 help us 好 把它隱藏起來 好 在這裡 Display 這裡齁 好 那接著選到模型喔 好 那我們用這個 像水管的圖案齁 這叫 modify 好 那我們有關模型的編輯啊 或者是什麼齁 很容易會在這邊 任何物件齁 在我們 max 裡面的東西 你選到的時候要進去編輯 經常我們會進來這裡齁 好 那現在是 unwrap uvw 這個編輯器 它是只能夠編輯 Uv 不能編輯模型的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壓掉 collapse 2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我要把模型長高囉 那我加一個 edit poly 好 edit poly 好 這樣子讓大家知道說 唉這個是我後來編輯的部分齁 好 好首先呢 我要把上半身的部分往上拉囉 好 上半身部分拉高一點 好 讓它長高一點 再來呢 就是我要把 啊 這個 髖關節的部分 往上拉 好 讓它長高 好 好 好 長高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好 我們先繼續把膝蓋的部分齁 好 再來是這個是 好 大腿跟膝蓋的部分 好 長高 好 好 在調整比例的時候齁 嗯 好 好 好 這裡是手臂的部分齁 這裡是手臂的部分齁 好 在調整比例的時候齁 好 同學們可以發現什麼事情齁 我會把某一些點 讓它是聚集在一起的 就是說 呃 我不會全部都 一層一層都把它拉開 為什麼齁 讓這些 呃 有些部分呢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造型 讓它 呃 看起來跟那個部位結構 比較接近了 所以我們就不會再把它拆開來 然後 這個是大腿的部分齁 大腿的部分齁 粗一點 好 那 呃 我們 要接下來要加一些線 因為我們目前沒有腰身 所以呢 呃 這種情況我們是需要去加線的 好 用Connect 好 Connect 好就可以加線段 好 那我們是說 調整一下 欸 這裡 收縮調整一下齁 好 來加線段 Connect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們的Connect 再稍微說一點 好 這樣子我們的腰身就出來了齁 比較有腰身一點齁 然後呢 那再來是 啊 合理的情況齁 好 我們大腿的長度 跟小腿長度是接近的 就是 人類來說啦齁 那 呃 好 好 好 這個線段我在A班教的時候是 把它放到上面齁 好 那 那 其實這個線段 啊 放這裡 OK 啦 好 那 放上面也OK 啊 只是方便說明的話 我們是放上面這樣子 因為我接下來要做一個 加兩條線來讓 膝蓋關節比較明顯的做法齁 好 那選到上下的 好 記得喔 不要選到中間這一段齁 選上面跟下面就好 好 那接下來我用Connect 那我這次不是用左邊這個Connect 我按右邊對話框齁 那我用兩條 然後使用Pinch 然後推到兩邊 好 這樣子 OK 好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是什麼作用齁 就是我們 膝蓋這個部分的形狀就可以固定起來 好 好 那 好 當然我們這個小腿的造型啊 什麼都可能還會需要調整 好 那我們這邊 稍微的做一點點調整喔 稍微做一點點調整 好 那 腳踝的部分齁 再縮小一點 好 好 那這邊我再加一段線 是 好 好 我恢復成一段齁 然後 零 好 那 OK 好我這一段線 好 我再用來做小腿的部分齁 好 好 我往後拉一點齁 好 然後拉一點 好 然後做小腿度的部分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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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鞋子的造型呢 我們預計在下一堂課 再跟大家多說了 那 呃 腳掌的長度齁 我們一般 還是會長一點嘛 齁 這樣子 大概這個長度可能接近 齁 差不多 大約是1.5倍齁 齁 就是 呃 腳掌的長度呢 的1.5倍大約就是小腿的長度齁 齁 好 這地方我們做膝蓋齁 那膝蓋後面的這個關節 當然我們是要把它凹進去的齁 那 只是剛上課的時候 我可能時間比較趕 我就不會都做到這樣子 好 那大家在做模型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些合理的細節齁 那 小腿的後面的部分齁 也是把它往後拉一點齁 好 好 這樣子 然後那大腿部分呢 好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的細節可以去 再去強調啦齁 好 好 好 那這個 我們怎麼選一圈齁 按Ring 好 選到一圈 然後呢 我們用Connect 好這樣 那就可以把它大腿再加粗一點齁 好 那我們 如果選到這段 我要選整圈齁 我用Loop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要縮放齁 把它放大一點 好 這樣 OK 好 這樣大致上沒問題 好 那 那臀部的造型我們是還可以再調整齁 就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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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臀部我就兩邊一起調齁 不要 看得出效果在哪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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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臀部我就兩邊一起調齁 嗯 好 那這邊我要用的 用Self Selection Self Selection Self Selection 就是一個 可以讓我們 做比較多變化的選區的一個方式 呃 比較多 多這個層次的 調整嘛 就是 呃 怎麼這樣說也不對 就是比較漸層式的調整嘛 漸進式的調整的 呃 好啦 就是 他可以選的 好像不會說 只有局部一個點 受到影響 他可以讓周圍也稍微影響到一點 好 大概這樣子的意思 好 好 這樣屁股好翹齁 大概是這樣子 齁 這樣 然後 那 呃 如果說講的比較細一點的話 齁 其實前面這裡 跟後面的地方不太一樣 好 前面這邊應該要稍微 我下一點點 這樣 好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齁 那如果是像劍靈這種遊戲的話 他可能會做的 特別寫實 然後 呃 有的時候 男的 就會做的比較大包一點 然後 女生呢 好 大家仔細看的話 也知道 他並不是完全的熬進去的喔 他是 也會有一點點鼓鼓的齁 好 好 那 這邊 呃 呃 呃 講一個比較細一點的 就是大腿的前面的部分齁 會比後面的部分高一點點 好 這個大家 可能不太會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 實際上是這樣喔 好 好 好 這樣 好 好 好 那如果我們使用soft selection的時候 再移動啊 避免 移動到中線喔 好 要不要叫換主持人喔 好 但是 啊 這個 避免移動到中線啊 好 移動到中間的線會發生什麼事齁 就是 好 我們 如果需要對稱的時候 他就無法 剛好 的對稱 好 那當然我們移動到中線之後再調回來也是一個方法囉 好 好 好 那先其他盡量避免移動到中線喔 好 這樣子齁 好 好 那 再來呢 是手臂的部分齁 手臂的部分呢 好 我們 這個 好 大腿部分這邊 大腿跟小腿的 長度幾乎接近齁 那 啊 理由是說我們 蹲下來的 膝蓋跪坐的時候齁 屁股跟腳跟啊 有些人是可以碰到的齁 那就是柔軟度比較好的情況齁 那 再來就是手臂齁 手臂 手臂 手臂的粗隙齁 一般呢 啊 這一段 上面的手臂齁 上面的手臂 而且她的 粗隙是 不太容易比小腿粗的 比小腿粗的話 那個叫做很壯啊 齁 這是大力水手啊 健美先生喔 齁 那才有辦法 讓上面的手臂比小腿粗齁 齁 齁 那一般 即使是健美先生喔 上面的手臂 比自己的小腿齁 自己的小腿出的人也不多 所以說劍美先生的小腿也很大顆 它也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選到手臂的部分 好 我們要讓它瘦一點 那我們用在這邊側面的地方做縮放 我們縮放的時候不是用這個 靠這裡 靠這裡 靠斜邊 斜邊的地方 好 拉一下 好 靠斜邊的地方 拉一下 這樣子 縮放 然後呢 接著我們要跟做習慣節一樣的方式 我先關掉Self Selection 選這一段 選這一段 然後呢 我們用Connect Connect Connect 然後我們切兩段線 然後把它Pinch到兩邊的地方 好 這樣什麼功能 就是 這一段呢 用來圍氣跟這一段關節之間的關係 那這一段 這一段用來鞏固 手肘 手肘的這個造型 這一段呢 用來做手腕的部分 好 那我們 再把肩膀的形狀稍微調整一下囉 好 三角肌這個地方 稍微會 突出來一點點 比較平滑的線條過去 好 好 稍微旋轉一下下 旋轉一點點 好 旋轉一點點 好 旋轉一點點 好 那它可以依照說自己的角色 是什麼樣的體型去做 比較多細的調整 然後 手臂的部分齁 我們不會完全是水管型的 我們會 有點肌肉 都多少會有點肌肉 好 那我們 加一段線 一段就好了齁 那 打勾 好 大家好像很 不是很習慣這個動作就是 在 也需要Key數值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鍵齁 那 大家慢慢去習慣 這動作還蠻方便的 好 那再來呢 是手腕的地方 我們要細一點 手腕的地方 細一點 然後 錢幣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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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 不講了 不行嗎 還是講一下好了 還是日幣或美金齁 齁 這樣子 齁 就是前面的手臂叫錢幣齁 齁 這樣子 齁 齁 那 呃 大家 知道就好 那 我們目前還沒交手指頭怎麼做 那其中考過後 我們會來交這個部分齁 然後 鞋子嘛齁 他頭部的部分 我們會再去做更多的細節 好 那頭部的部分呢 啊 我們頭 這麼的可愛 啊 如果我們想要畫一下風格的話齁 好 好 我們就 先等比率縮小一點吧 這是頭實在太大了 好 好 好 上去寫實一點點的風格囉 好 左右仔一點 好 那前後呢 前後 還是有需要調整的啦 好 那 我們轉到側面 好 好 啊 好 再轉到側面齁 好 側面的話 我們看頭型齁 這樣子 呃 稍微 還 還可以 我們 可以用self selection的方式齁 呃 稍微的再調整一下囉 呃 旋轉也可以齁 好 好 這樣子調整 稍微再調整一下齁 稍微再調整一下齁 好 好 額頭這個突出 呃 就是看大家的風格啦齁 比較可愛一點 像小朋友的風格齁 就 稍微圓滑一點齁 好 好 那 鼻子啊 這些特徵的部分齁 我們 在期中考過後 會繼續 教大家 這樣子 好 那 前面一點好了 這樣 好 好 先大家大概的做一下囉 那 呃 期中考過後 會 讓大家 學更多的細節 怎麼樣去把眼睛 鼻子嘴巴的布線 做出來 好 好 那 那 其中好 主要是讓大家可以先 嘗試的做這些造型 就是 用 啊 目前會的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 那 就是 一方面就是在幫自己的期末 在決定題目 好 因為這個 主要作品 那 還是 希望同學將來能夠用得上的作品 好 並不是課堂上一個很陽春的一個作業 好 那 所以說 大家剛開始 會的功能少 沒關係 那 就是先做出自己想要的造型 然後 後面我們再把它緊緻化 好 好 那腰稍微再細一點點好了 好 那 做到這邊呢 大家還不知道完成的時候會是怎樣 因為 我只做了半邊 那另外一半邊呢 為什麼不做 好 我要用Symmetry這個修改器 Symmetry 好 現在選的是右邊這個 我都沒做的部分 那我把它反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它是怎麼選的 好 這個我再說明一次 我們的移動工具呢 會很明顯的顯示出 每個方向的箭頭 那 但是它就是只有一個方向 它不會有反方向 X軸就是右邊 它的左邊其實也是X軸 只是它是負的 那 它預設的X軸就是選我們的 X軸子的方向 這一邊 這一邊的模型 它是要的 那如果我們 選的是右邊 那結果是這樣 那我們要選左邊呢 就把它反過來 大概這樣子 喔 這個嘴巴還蠻可愛的 好 那這樣子喔 好 那我 先介紹到這邊 呃 啊不對 我還要再講一點點 把它講的是 胸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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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 首先呢 好 我再加一層喔 再加一層 Edit Poly 好 大家如果說沒有在這邊看到 那是沒有 沒有問題的 啊 我是這邊是之前建立過快捷鍵 所以說它會記錄在這裡 好 好 那 那其實往下找 往下找一點 然後在 EditPoly在這裡 好 好 那 啊 我 在Symmetry的下方做編輯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欸 怎麼又變成沒有Symmetry了 好 好 那我按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是套用 到 呃 預覽說這個 堆疊上去的一個效果 好 那 大部分的編輯器是支援這個功能的 那有些動作是它無法支援這個功能 就無法預覽 好 好 那 大家知道這個功能就好 就是 按這個按鈕可以切換說 呃 是不是看到最終的效果 好 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先關掉 好 那我 接下來呢 要在胸部的部分 做調整 好 呃 我先來做胸肌啊 好 呃 好 我把這個線段呢 往下拉一點 齁 然後 呃 我直接讓它突出一點好 好 好 這樣 那 這邊呢 我再選這幾個線段 齁 好 那 我用 connect connect 加一段 然後 然後 往前拉一點 好 這樣子 這是胸肌喔 那 我們把這個線呢 接起來 connect 好 這是接到手臂的部分 那 這個地方呢 呃 稍微的太長了一點齁 那 我們就要把它往內拉一點齁 往內拉一些 往內拉一些 好 這樣 好 這邊還是收進來好了 好 好 好 寸 好 好 好 再添 大致上這樣 這樣子就有胸肌了 我們開對稱 這是胸肌囉 胸肌就出來了 那這邊的線呢 有點太密了 我們把它摸過來一點 肩膀這樣子的線條到胸肌 這樣子 胸肌 那胸肌齁 就是中間其實會比較低一點點 進去一點 這樣才會有 有勾啦 好 那這個是胸肌 胸肌做出來了 那如果 要做歐派的話 怎麼做齁 好 這邊 就先專注做修容器 因為其實我 腰身我覺得還是可以調整 因為 這個 腰身還是 不怎麼理想 好 好 然後 腹部可能浮起來一點 先關掉對稱 這樣比較有感覺 好 好 少一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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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子 大概這樣 好 哈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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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a 背的部分可能可以厚一点点 学校健身房设备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如果有时间有办法的话养成一点运动习惯也很好 非常推荐 这边我也顺便调一下 那接下来 我来切到perspective 接下来我要做欧派的 怎么样做 我们再加一层 这个是做欧派的 选一个点 这个 因为我们需要四个面 四个面 这样才能做出球状 往前拉 那 接下来我要选侧面的线 我们顺便介绍一个技巧按着Ctrl键点 线段 他就可以选到跟这个点有关的线段 这样子 Ctrl键按着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选东西的方式啦 那大家就是看需要的时候在用 好 那这边加了一个线段我们都可以去调整造型 调整造型 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我不是要这样 我是要 把他跟这些先连起来 先Connect 好连起来之后 好我们选这个线段 然后 选到了 然后我们再Connect 这样才对 好 那现在形状 不太好看 对不对 大家 除了用Self Selection 再继续调整 这边不太容易 这边很容易动到中线 那 另外就是 我们可以用 那个 石墨建模工具的笔刷来做 好 我们用这个FreeFone里面的笔刷 Shift 这个 好可以去做调整 不会小心 很容易会动到背面的点 我们要避开背面的点 好 好 那怎么样调的 比较圆滑 比较好看呢 好 那怎么样调的 那我们先 慢慢调一下 好 那 这边呢 再讲一个重点 就是 胸部如果很 大 很重的话 它会下垂的 好 这样 好 所以说我们 在 后面再加一圈吧 再加一圈 好 我用Ring 然后 那快捷键是 ALT键加上R 那我们 Connect 这样 然后 那我们 前面这个部分 我们再把它往下挪 好 Grow 好 我们也可以选到一个点 然后按 Grow 然后 往外一圈 去选 它周围的点 好 好 那我们 开Soft Selection 好了 开一下 开一点点 好 这个 等晚点再介绍好了 先让大家用这个就好 好 好 呃 哦 好像不太好看 有点变 成 欧巴桑 好 我们 再调整 这边 再低点 嗯 啊 比较好看的情况我们会希望前面稍微高一点 啊 不是说这样子就很好看哦 还没有啦 好 我们再 Grow一点 然后 选少一点点 少一点点 这样 不要动到中线 好 那我们 按这个 Relax 好 它就会变得圆滑一点 好 这样子 就 比较 有 圆滑了 比较圆滑一点 好 我们后面的再去 慢慢去强调一些细节的时候 会再把线条再增加上去 好 大致上先做到这里 咯 然后 那那个 啊 好 这边补充一下 假设 咯 咯 咯 假设 我们的模型是这样子的时候 啊 怎么样表现说 女生的 身材 咯 就是如果 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呢 其实如果是穿衣服的状况 咯 这样子 大概就合理了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那可能这边再多一点 稍微没有那么多 稍微少一点点 大概这样就可以 好 如果是有穿衣服的状况了 就可以 简单一点的表示 那这边呢 当然我们 加一段线条 好 那这样子 这样子的表现方式 大概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稍微鼓鼓的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说是 比较 写实一点点 就是你希望说能够 穿泳装啊 什么的 能够看得出 这个事业强大 什么这样子 那就 可能需要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补 一个好了 就是 啊 我这边好 我需要多一点点的线段 让他 再圆化一点点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 重点会是这个 那我们 把线段接上去 然后 那做一点调整 我开的SIMERGY 这样调整大家看得出来啊 这个不要太近 里面 好 往往 这边摸 那当然呢 如果再更强调我们的 都是 就是愿意放更多的资源在这里 不要动到中线 摸一下 然后这个 切上去 然后这个 切上去 好 这样子呢 就是 他的比重就在增加了 那 就是 他的 细节的比重 好 那我们 选点 或选面都可以 我们可以再把他 relex 一次 啊 relex 之后 会比较 平滑 但是 不一定就是我们要的 好我们自己在斟酌 好 这样子 好 好 左右再胖 大概 这样子 还可以了 啊 造型的调整 大家就尽力而为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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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可能调到漂亮 就是 好现在做细节还没有很多啊 所以说 就 可能 大家调一调也会很容易遇到做调不了的部分 那这没关系啊 就是我们后面会再教细一点 这样 好 好 这个就是 有欧派的状况 那当然 女生的身材 可能腰 会再瘦一点 那这种部分大家就在 去调整 就是 还要腰瘦一点 腰瘦 然后 要腰瘦一点 然后 屁股可能 就 要再敲一点 反正敲一点 好 可能有动画中线 動到中線 好我們中線的 我動的還蠻多的 好沒關係 我把這個x軸坐標歸零就好 他就回到中間了 那這邊也是動到 x軸坐標歸零 好先這樣處理喔 後面我再 跟大家講比較多的處理 好這樣子 大致上大家中線就回來囉 好那我們就有大熱門可以看了 就是我們就繼續可以建模了 好 那頭部的部分好像也稍微長了一點 我們把它放 好放低一點 好 必要的情況我們做一點點的旋轉 好 好大致上這樣好看一點 好 那 大家依照自己的需要 再去改變自己的造型 喔 我們目前沒有做衣服 對不對 好 那 先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要做高插泳裝呢 可以這樣子做 做這樣的身材 再畫上高插泳裝 然後 那 後面會再跟大家講 衣服怎麼樣去製作 那 呃 如果說其中錢 還沒有交到 那沒有做到的部分沒有關係 我會知道說大家的 可以做 可以 目前可以做到的事在哪裡 然後會依照這樣子的 標準去評分 不會說 要讓大家用還沒有學會的技能 去學到的技能去 幫大家評分這樣 好 那我就先錄到這裡 那 其中好的作業請大家加油囉